難得來到拉加佛斯再次試另一個麵 這個就是好兄弟在大阪買回來的正麵 這是正麵的豉油味 其實它有幾款 但我好兄弟就說這個超級好吃 特地買回來給我拿來拍的 兄弟這麼有心 我總要有一點誠意 走到加拿大帶來拍這個即食麵 裡面就有一包應該是醬油 有一包脫水乾蔥和裡面的一塊叉燒 最重要日本拉麵一定要有的 紫菜 這個就是你看那個拉麵正不正宗 就是看有時候拉麵碗邊有沒有兩塊紫菜插在這裡 就是看這些細部位 一個麵底 這個是屬於粗麵 應該是泰麵 我記得也很尺寫 好兄弟就說這塊叉燒是有驚喜的 現在看上去都很大塊 而且有點厚度 這包醬油就是放在碗蓋頂上熱 不是錄的時候倒進去 好 時間到 加個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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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貓粥沒有辦法 拿著牙刺頂著 麵身很有咬頭 湯底的醬油味都很重 很香 而且也不會有戒口 但最驚喜的是叉燒 熱水滷了之後 它跟平常吃的叉燒差不多 它本身有很多蔥 所以適合了 我喜歡這些厚味 整體性真是不錯 拿來喝完酒 晚上吃 吃回來就很舒服 好多謝醫師 這次去大阪名古屋 都特地買回那杯麵給我吃 給我試 我走到你 我走回來你老家加拿大 試給你看 都有悲免 這個其實 香港很多便利店都可以買的 我見過OK好像都可以買 或者數字屋那些 我好像都可以買 大家有興趣就買回來試試 這個湯真的不錯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讚 如果想的就按個訂閱 馬上繼續吃拉麵 拜拜 拜拜